白沙屯妈祖鸾叫赶路的速度惊人 叫班人员跨大步伐 凌晨从云林湖尾朝天宫出发 至晚间10时45分底彰化深港福安宫 22个多小时走了82.71公里 平均时速一小时9公里左右 超过过去三天路程的总和 加上高温 对香灯角的角力也是一大考验 但香灯角们依然紧跟粉红超跑持续赶路 无论对焦班或香灯角都累瘫了 白沙屯天上圣母慈善会特别为工作人员 及香灯角准备了能量包 让大家感业路时能够能量满满 因为怕我们香灯角在赶路的路程中 完全是没有休息的 那也怕他们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体力消耗太快 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来讲 因为你半夜还在行走 我们没有器官没有受到任何的休息状态 那个体力非常消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很贴心的准备了柴叶蛋 面包跟这些饮料来补充他们的体力 让他们能够一路跟着马祖婆平安的到达我们白沙屯 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经验跟你们大家分享 点心一定要带在身上 点心一定要带在身上 因为我们人体器官晚上是休息的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